- 変身- 絕快一殺- 大家好 我是Jun Rai Shin 現在的頻道是- Jun Rai Shin 不知道哪個CAMERA的ZERO ONE的劇情都進入尾聲了 而新的CAMERA在這段時間也陸陸續續地 用公開了作品的名字、拉打造型、變身腰帶等 至於2020年7月29日在日本和各大社交平台 都直播了這場記者發佈會 沒錯 東英將會為大家介紹2020年 也就是最新一部CAMERA RIDER的作品 CAMERA RIDER SABER 究竟這位CAMERA RIDER將會是怎樣的存在呢 廢話不都說 本期的RIDER SOLID將會和大家簡單地分析一下 令和時代第二部誕生的CAMERA RIDER 將會是怎樣的作品 對了 原本這星期是在製作 Ultramanjido最新的官喉感影片 沒想到因為新作CAMERA RIDER的情報解禁 所以暫時押後 在我最後正題之前 如果你是第一次留下我的頻道 我頻道主要是分享日本特色的爹馬 偶爾是分享一些日本文化方綜合話題 如果你覺得我這條影片不錯的話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和分享一條影片出去 事不宜遲 馬上開始 同過一樣 去年就和大家分享了2019年最新系列的CAMERA RIDER CAMERA RIDER ZERO ONE 這部特色的直劇將會在2020年8月30日完結 距離CAMERA RIDER ZERO ONE大結局的集數還有5集 接下來就是2020年9月6日將會在日本播放的新節目 令和第二彈的CAMERA RIDER的作品 CAMERA RIDER SABER 給大家看看最新系列的CAMERA RIDER是怎樣的 各位我真的不是開玩笑的 當我第一眼看到最新CAMERA RIDER的造型的時候 我真的以為這條CAMERA RIDER被人從胸口捅了一劍直穿天靈 這次CAMERA RIDER SABER的造型跟CAMERA RIDER ZERO ONE微軟差太遠了吧 整體上又有點像CAMERA RIDER W的設計 但整個設計又很寧願 好像CAMERA RIDER BIRRIDER左右不對稱的setting 左邊是輸,右邊是劍 說法一定是CAMERA RIDER的風格 兼時配上了噴火爐 而左邊是根據不同小說的元素而變成不同的形態 而不同的小說也有不同的世界觀和能力元素 雖然眼睛依然保持了原有的覆眼 不過設計上就跟CAMERA都表達一樣是鴛鴦眼的造型 我不是那個顏色,是那個形狀 幸好是CAMERA RIDER的造型不會因為轉換形態而作出改變 但整體上的造型給人有一種東拼西臭的感覺 至少他給我的感覺是這樣的 CAMERA RIDER SABER是繼CAMERA RIDER解幕後 世家7年作一次使用漢字作為主題命名 最初CAMERA RIDER SABER的標誌公開的時候可以看到劍和書的設計 那個時候我還在想到底是怎樣的一回事 原來是以劍和書為主題 因為這部新作的男主角KAMIYAMA TAMA是一位小說家 而他本人因為是書香和小說的狂熱者才立志要成為小說家 不過在過去的15年裡都化著同一個網 就是太古的世界是由一本書所創造出來的 這一本書記錄了不少的神話、傳說、生物、歷史 甚至是人類近代史等於一些篇章 而這些書籍是由一個叫做Sword of Logos的組織所守護 組織裡面的劍士是比聖劍所選中的劍士 不過其中一位劍士要將書本的力量佔為己有而背叛了Sword of Logos 並同書枝魔人Megida元首 由於長年的戰德導主這本世界之書四散分開 崩壞了這個名為Wonder World而世界的平衡 這些書籍相信是那些角色需要用距離進行變身或變形的Wonder Ride Book Sword of Logos為了保護書本而戰 Megida為了略奪書本而戰 等我還以為在看《皮書館戰爭》 以上就是男主角這15年裡一直發開的夢 說法是10年前因為某些原因而令到他失去了局部記憶 因此這一點應該不是男主角的夢 而是他失去之前所知道的事情 今次的世界觀和過去都有所出入 以望Kamerada都是在現實生活中守護人類和惡勢力對抗 今次可以說是超越了現實世界 從影片中可以看得出 男主角所居住的城市有一部分不知道什麼原因而靈滅而世界找到Wonder World 隨此不同書籍業數的增加就會解鎖新的地位 感覺上真的好像RPG那樣用 每次執行了Mission之後就會解鎖到下一個城市之類的設定 如果真的按照這樣的設定發展的話 今次的作品應該會花大量的Dream Screen來拍攝吧 不及現世界中應該有很多畫面 不是現實世界的場景可以演出出來的 本作而定會出現10位以上的Kamer Rider 目前預告片和發布會中所登場的Kamer Rider一共有6位 分別是男主角的炎之劍士Kamer Rider Sabah 不過暫時還未公開名字 這一幕真的好像看見Super Sentai的感覺 無論是敵人 世界觀setting等都會給到這樣的感覺 變身腰帶都相當奇特 4K Soto Driver 前面先放上Wonder Ride Book 再將Driver中的鍵拔出來以啟動變身 或變形的舉動 Driver目前可以裝上三本不同的Wonder Ride Book 就和Kamer Rider OS一樣 裝上三個不同的Quad Metal是同一個概念吧 不同的是Kamer Rider OS是常中下的變形 而Kamer Rider Sabah就是左中右的變形 因此這些Wonder Ride Book就是本作用來收集的道具 目前分為三個Category 分別是神秀、動物、故事 不同的Wonder Ride Book有不同的世界觀和能力 不過變身音效真的太長了 特別是看到Wonder Ride Book的時候 和變身完成之後的對白 基於版權的問題我就不在這裡播放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到Bandai的Youtube頻道觀賞 另外由於要統一Driver的設計 所以不同的劍士都會把自己的變身劍上面 追加一個印章來區別不同的劍士 不過這個Driver就真的很大舊 又很大 比Kamer Rider Zero 1的Driver來說 確實是欠缺了美觀 但現在年輕人喜歡 有什麼辦法呢 對於這部作品的劇情 我暫時就有所保留 因為這次本作的劇本家 就是讚寫Kamer Rider Ghost劇本的Fuguta Takuro-san 雖然說我對他有所保留 不過在Kamer Rider Sabah開播之前 我依然會佈置空杯的心態去觀賞這部特色電視劇 說不定這部劇本家在這幾年間的功力有所進步呢 所以萬大事 都是等到新版開始連載之後才再作定段 因為每一年必定有不選人帶著 幼色眼鏡去Juff最新的Kamer Rider作品 特別是看到造型就有很多人說不想看了 理得他是不是真相定律 就讓我們適明以待Kamer Rider Sabah的到內 好了今天幾個影片就到此為止 以上就是我對Kamer Rider Sabah中的一些個人看法和分析 不過今次官方就不像Kamer Rider Zero 1 沒有透露過多的Message 因此有很多項目都是短道即止 期待折落你更多的情報 不知道大家對這部名為Kamer Rider Sabah的新作又有什麼看法呢 不妨在影片下方下下你的Message跟我Share 最後如果你喜歡這個系列的影片的話 不妨Like&Share 歡迎follow我的SNS平台 還有不要忘記subscribe我的頻道 再按下旁邊的鈴鐺 最重要的就是選全部 而非不定期的選項 這樣有你們才會成為大批收到科學觀眾 所以再見 再見